孙颖莎太累了 三个月打了34场 孙颖莎手臂非常疼 这样过度使用 好担心会对以后有什么影响 你看他疲惫的闭上眼睛 不停甩头 揉搓手臂胳膊 一整个人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日本队的知道孙颖莎手臂有问题 就示意暂停 交张本美和大角度撕孙颖莎 孙颖莎本来比分领先的 后来因为手臂不适 又一直被大角度撕杀就败了 赛后孙颖莎估计胳膊疼得太厉害了 一直揉搓胳膊位置 而马琳却在那里鼓掌 这个画面看着很心酸 孙颖莎腿都没力气站了 太疲惫了 中国港媒非常给力 怒愤骂孙颖莎的黑子 究竟谁在骂呀 他们说孙颖莎决赛时 大口喘气 多次揉搓活动手臂 喝水时 手无法控制地发抖 极度疲劳 训练和比赛的安排极度不合理 教练组难辞其咎 港媒真是一针见血 指出要害 孙颖莎的确过度操劳了 而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 只会不停地说暴冷 不停地黑这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本来吴凤球和矮桌 已经对我们中国队员非常不利 又加上孙颖莎伤痛 中国媒体没有理解 用暴冷两字太令人心寒 马林指导的时候 大家态度都不怎么好 有网友指出 过度使用孙颖莎 造成他过度疲劳 人员安排不妥当 指导不当 输了 马林连领奖的时候都不在 这时候是最需要鼓励的时候 却走了 女团犹如一盘散沙 主心骨不在了 王浩这里 王楚清还没过来 他就已经拧开水瓶盖 王楚清一过来 马上递给王楚清 他努力指导 努力说着 大胖输了 王浩也没生气 也是打开水瓶盖 大胖来了 就可以直接喝水 然后 也是努力说着 努力指导 大胖输了 整个团队非常团结 大头安慰大胖 高远替兄弟捡球 无论是输是赢 王浩永远眼神坚定 大胖输了 他也是鼓掌 队友也鼓掌 情绪价值提供满分 对打过程中 发现问题 及时叫暂停 给予纠正和告知 男队被王浩带得 稳稳当当 孙颖沙发文说 因为伤痛 教练组为了保护他 退出亚锦赛 单向比赛 他说擦干眼泪 下次赢回来 我们是最强大的 中国女胖 是的 我们会赢回来的 加油 想想看 他才23岁出头 就在奥运舞台上 就拿到了两金一银 这简直是要把观众的眼睛都看直了 他和王楚清搭档 在混双项目上 为中国乒乓球队 拿下了历史上的第一枚混双金牌 这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众所周知 在这个项目上 中国队是有遗憾在的 孙颖沙他们 就这么 把金牌赢了下来 简直是给中国队开了个好头 接着 在女单比赛中 孙颖沙又展现出了他 无与伦比的实力 他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在决赛中 遇到了队友陈梦 这场内战 打得可谓是精彩分成 但对他来说 应该也是有遗憾的吧 好戏还没完呢 在女团比赛中 孙颖沙和王曼玉 陈梦组成的梦之队 再次展现出了中国女拼的统治力 他们配合默契 视如破竹 最终又为中国队 拿下了一枚团体金牌 但是奥运会的辉煌还没退去 孙颖沙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新的赛事中 这姑娘简直就像是涌动机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奥运会结束后 她几乎没有休息 就直接参加了各种庆功活动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不不 紧接着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的比赛 在澳门冠军赛上 孙颖沙又是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捧起了女单冠军奖杯 紧接着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大满冠比赛中 她再次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不仅在女单比赛中夺冠 还在女双比赛中打进了决赛 这种连续作战的能力 真让人不禁感叹 这姑娘是铁打的吗 但是 连续的高强度比赛 真的不会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影响吗 孙颖沙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吗 面对接下来的亚锦赛 她又将如何应对呢 对战张本美和 却遭逆转 亚锦赛来的可真是不巧 孙颖沙刚从一个赛场转战到另一个 连口气都没喘云 就得直面新的挑战 这回可不是轻松的独角戏 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团体战 女团决赛中 中国队遇上了老对手日本队 一开始 王亦迪就遭遇了张本美和的狙击 以2比3戏败 孙颖沙仿佛披挂上阵的女将军 在第二盘比赛中 以3比0横扫伊藤美城 为中国队扳回一城 可惜好景不长 陈信彤在第三盘又以1比3 不敌平也没雨 眼看胜负 就看孙颖沙的这一局了 谁知道这次她遇上了状态火热的张本美和 开局孙颖沙还是一路领先 2比0的大好局面 让所有人都以为胜券在握 可谁曾想张本美和突然爆发 连班三局上演了惊天逆转 这场意外的失利 不仅让中国女拼失去了冠军 更让人不禁疑惑 难道是连续作战的疲劳终于显现了吗 孙颖沙在赛后独自坐在角落沉思的画面 又透露出了什么信息呢 孙颖沙亲自发文要退出 看来身体终究还是敲响了警钟 孙颖沙在女团决赛后 突然宣布退出亚锦赛的单项比赛 这可真是让球迷们吃了一惊 原来这位拼弹小将的胳膊已经在悄悄抗议了 细心的球迷可能已经注意到 在女团决赛中 孙颖沙多次甩动手臂 还时不时地按压 比赛结束后 她更是长时间按着手臂 看起来很适不适 这哪里是铁打的 分明是血肉之躯啊 国家队的医疗组可不敢大意 赶紧对孙颖沙进行了全面检查 结果显示 她的肌肉确实出现了明显反应 这下子教练组也坐不住了 为了保护这位宝贵的运动员 他们和亚锦赛组委会沟通后 一致同意让孙颖沙退出接下来的单项比赛 了解国平队近几个月繁忙形成的球迷 估计会清楚沙沙的情况 但要是大众突然看到这个新闻 世界第一的孙颖沙居然会因为身体原因太过劳累退出比赛 还是会有些意外的 估计很多人都会以为都是世界第一了 肯定会着重保护 但孙颖沙的拼搏精神真的值得敬佩 这个决定虽然让人遗憾 但无疑是明智之举 可是这次退赛会对孙颖沙的状态和信心造成什么影响呢 她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返赛场呢 球迷评论令人暖心 孙颖沙退赛的消息一出 球迷们的心都揪了起来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 社交媒体上立刻涌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暖心留言 大家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 仿佛在说 莎莎 你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有球迷心疼的说 看着莎莎的评论区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还有人细心地统计了孙颖沙字奥运会以来的所有活动 惊叹于 她几乎是无缝衔接地从一个赛场奔赴到另一个赛场 这哪里是在打比赛 简直就是在挑战人类极限啊 更有暖心的粉丝喊话 快乐打球 健康完赛 这句话可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毕竟 在厉害的运动员也需要适当的休息和调整 球迷们的这份理解和支持 无疑给了孙颖沙莫大的温暖和力量 说到未来 孙颖沙自己也在社交平台上给出了承诺 康复和调整一段时间后 我会更好的回来 这话听着就让人充满期待 不过 康复的过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何在休息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调整心态重新出发 这些都是孙颖沙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与此同时 国拼女队也面临着不小的考验 少了孙颖沙这个主力 再加上陈梦没有报名 王曼玉因家庭原因退赛 国拼在接下来的单打和双打比赛中 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这种情况下 其他队员能否挺身而出 扛起大旗 教练组又将如何调整战术 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面对这样的局面 国拼女队的韧性和深度 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这或许也是一个机会 让更多年轻选手登上大赛舞台 展现自己的实力 也希望其他国拼队员能够继续加油 不论怎样 还是希望国拼队 能够好好应对这次亚锦赛的挑战 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当然 也希望孙颖莎 能够好好养伤 早点恢复